电视剧《龙城》是一部现代家庭伦理剧,讲述了家在龙城的郑家三兄妹,在经历种种挫折后,守护家庭互相温暖的故事。 有马依丽、白羽、李婷婷领衔主演,还有刘林、高新、杰冰、蒲松岩等十例演员,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,正在央视八套热播中。 在最新的剧情中,郑东尼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做亲子鉴定,要弄清楚困扰了自己二十多年的问题,自己到底是不是郑妍的亲生女儿,这对于她来说其实是一个痛苦的决定。 东尼长大之后,就离开了龙城,一直在外面漂泊,先是跟着男朋友去了新加坡,后来又去了北京做生意,再后来又嫁去了德国,然后又因为一些原因,暂时回到了龙城。 看起来她像是自由洒脱的人,实际上不过是想逃避人生家庭,逃避那些她不想面对,却不得不面对的困扰。 这从她无论去了哪里,总是牵挂着家里的鸡毛蒜皮,就可以看出来,她的心从来没有真正自由过,她其实是想回到龙城的。 知道东尼要做亲子鉴定之后,西绝极力阻止,一向温和的她甚至不惜粗暴撕掉了医院的单子。 在她看来,这份鉴定不管是什么结果,都只会对东尼造成伤害。 真相往往是很难面对的,何况种种迹象都表明,这个真相很可能就是最不想要看到的那一个。 王彩霞虽然一直说东尼是正言的女儿,但她其实心底也没有把握,否则早就去做了亲子鉴定。 王彩霞是一个很怕亏欠人情的人,因为没有人比她知道,偿还人情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 她总是用恶言恶语把东尼往外赶,也很少伸手向东尼要钱,哪怕是正言中风瘫痪,她也没有主动开过口。 说到底,她不愿意面对东尼,也不想亏欠东尼,她知道自己还不起。 为了给父亲正言,安排医生,东尼去找一次生父的裴建华帮忙,在被委婉拒绝之后,她用自己是裴建华的女儿相要挟。 虽然此时的亲子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,但是裴建华的态度转变,已经告诉了她半个答案,当年的那段时间里,她确实和王彩霞发生了一些事情。 一旦最终结果出来,证实了东尼不是正言的女儿,而是裴建华的女儿,那东尼就真的没有家了。 以前不管她走多远,在龙城她还有家,还有爱她的家人,哪怕和父母关系不好。 这里还有三叔三婶,还有弟弟西爵和妹妹男婴。 有些东西还没有证实的时候,大家还可以稀里糊涂把日子过下去,但一旦证实了,就在很难假装不知道。 这也是正言喊了这么多年,东尼不是她的女儿,却始终没有去做亲子鉴定的原因,她还是希望东尼是自己女儿的。 人有时候就是活得很拧巴,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地洒脱。 西爵知道东尼不是那种真正洒脱的人,所以她才强硬阻止东尼,不想她伤害自己。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,让东尼下决心做鉴定的原因,其实和她有关系。 东尼对西爵一直都是特别的,明明可以让老板不要在丸子汤里面放香菜,但是偏偏每次都不提,就是为了让西爵帮自己吃掉。 她不是喜欢吃丸子汤,而是喜欢和西爵之间只属于两个人的亲密联系。 这种特别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姐弟感情。 从新加坡到德国,她总是想把西爵带在自己身边。 在西爵的感情问题上,她总是格外地关心,尤其和男婴对比之后更加明显。 或许是在江义喜欢西爵的事情之后,经过江义的提醒,东尼也开始觉察到了自己的奇怪, 觉察到自己对西爵感情问题的反应过度,觉察到比起生气,自己似乎更多是一种醋意。 再加上小叔郑红和陈嫣,明明遭到了那么多的反对,但最终还是被大家接纳,被大家祝福,真正成为了一家人。 她潜意识深处难免浮现奇怪的想法。 如果自己不是正言的女儿的,自己或许可以用一种新的身份,一个自己喜欢的,堂堂正正的身份,重新成为正家的一份子。 这才是她这次回来,为使神差决定去做亲子鉴定的原因。 童年的创伤需要用一生去治愈,东尼走南闯北,真正寻找的是让自己心安的地方,而这个地方其实是在西爵身边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